在我後面呢 就是很多香港朋友 跟我推薦的奎充廣場啦 那裡面呢 就是很多一間一間小間的小吃店 那我覺得像這種店 其實在香港是還蠻難得的 因為太多那種餐廳或是吃的 都已經是很集團化了 所以這種小店經營起來 就會更特別的難 當然我是胃口沒有這麼大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 裡面有什麼好吃的 OK Let's go 其實我覺得這邊 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它這邊給我的感覺有點像是 高雄的新絕疆 然後裡面就是很多 有的沒的都有 有夾娃娃 然後還有一些生活百貨啊 就賣衣服的吃的都有 然後我們現在上二樓 看看它有什麼吃的 對啦 三樓 三樓才是最多吃的 然後三樓 三樓 一串三樓 一個小牛炸 一串三樓 一串三樓 三樓 然後一個小牛炸 沒有啦 一串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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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很爽 可是它是冰的喔 對 它是冰的 啊 我以為它是熱的耶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那種 咬起來很像脆脆的東西 然後我其實剛剛有被它冰的那一下我嚇到 因為我以為是熱騰騰的 就不是我的菜囉 我覺得沒什麼味道 就好像在咬一個橡皮筋的感覺 其實牛雜我之前有吃過 但是呢 我記得我第一次來香港玩的時候 我是不喜歡牛雜的味道 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剛看到它我就覺得好像要試一下 對 但其中裡面有一個叫做牛棒的這個 這是牛棒 其實我不知道它到底是牛的哪裡 哇 剛剛那個味道我覺得太腥了 吃起來粉粉的 有點噁心 好啦 我吃吃牛肚啊 吃吃牛肚 這好吃的 然後牛腸 牛腸也OK喔 就正好 我感覺QQ的 然後 裡面就是大腸的香味 這個比剛剛那個生腸好吃很多 吃看看蘿蔔好 蘿蔔很甜 蘿蔔很甜 然後也有吸進它那個湯汁的味道 蘿蔔好吃 牛肚好吃 味道很重 妳要吃牛肚嗎 牛肚嗎 牛肚我小時候就不喜歡 喔 所以 他那天跟他說不要吃牛肚 所以 要一個原味的 然後 要長仔 木耳 蟹柳 八爪魚 這樣就可以了 好 謝謝 謝謝 點了羊桃蘋果汁 就是聽起來比較解渴一點 雖然說 有點油鹽就是蠻多的 謝謝 蠻好喝的 但是沒什麼羊桃味 好像都是蘋果味 但還蠻好喝的 蠻清爽的 而且不會太甜 蠻好喝的 一定要吃 真的我同意的 以前放學 一定會買一包來吃 這個蠻好喝的 這個蠻好喝的 是我第一次來香港吃的時候 我是有點驚豔的 因為它是香港很傳統的 小時候他們吃的東西 它就是選一包麵 或是你如果食量比較大 都市比較餓 你想吃兩包麵也可以 就隨便你加 然後 它就以小包一小包 有一些配料 像我們就選擇木耳 然後還有螺肉 跟章魚角 然後它就會加進去 但它其實都是很小一份的 然後它就會把它撈一起 然後它就會提供蒜蓉醬給你 去拌那個麵 所以它其實整個味道來源 是靠那個蒜蓉醬 它就是一種很簡單 但是好吃的東西 好吃 撈撈麵呢 真的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香港小吃 有點像是台灣的滷龜一樣 選自己喜歡的配料 然後拌在麵裡 簡單好吃 價錢又不貴 如果來香港 真的很推薦試試喔 我之前都是吃兩包的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是要少接嘛 所以想吃點一包就夠了 嗯 這跟台灣夜市那種章魚燒味道一模一樣 沒有分別 它裡面的八爪魚不會是只有一小顆耶 它至少也有兩三顆這樣子 所以你還是吃得到八爪魚那種QQ的口感 只是說外面的麵糰 就是跟台灣的味道幾乎是一模一樣 但我覺得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真的不燙 一般章魚燒都是很燙的 我覺得它這個應該不是現做的 因為我們剛剛點完之後 一分鐘其實就拿到了 所以它應該是已經做好 然後放在那邊飽了 或是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就是失去章魚燒的那種特色 就是章魚燒就要吃很燙嘴 這個就完全一點都不熱 還吃完了 我想問 有沒有說台灣有豹脂貴背雞肉酒 我怎麼不知道 會不會有你不知道啊 你不是很台灣的喔 應該不會吧 但我覺得它那個香腸還滿台灣的 那台灣人還是 他說的台灣夜市人性豹脂雞捲 我怕很燙耶 哇真的很燙 那比剛剛那個章魚燒還要燙 它外面那個是雞皮 裡面應該就是雞腿肉這樣子 外表的雞皮有點脆脆的 吃起來很香 然後包覆裡面的雞腿肉 鎖住裡面的肉汁 所以吃起來整個很juicy 雞肉不會太彩 但真的很燙 所以吃的時候要小心喔 買了珍珠丹的一杯 青茶 對 吃台灣的當然要支持一下啦 對不對 雖然說我不是買珍珠 因為珍珠丹有名的是珍珠 我們買的這個是阿華甜脆脆 它就是可麗餅 一個冰淇淋 然後灑了很多阿華甜醬在裡面 還有它冰淇淋外表 就正常阿華甜的味道 是好吃的 它的那個可麗餅是軟的 所以它有點支撐不住的感覺 對 我要趕快吃了 不然我怕等一下會倒掉 看我們找到你想吃的關東菊 這是它的招牌 Sapsong 關東菊 像這個就是台灣叫獅子狗 你不叫什麼 也是獅子狗 對 然後還有一些土袋阿 然後蛋阿 然後魚板 這個該不會也算其中一種吧 應該是 然後香菇兩果 好吃 它蘿蔔醃得滿入味的 然後很甜 湯汁甜甜的 整個有被蘿蔔吸到裡面 所以它咬下去的時候 它裡面的湯汁就爆出來 是好吃的 舌頭去頂它 它就馬上就化掉了 我先看看它的湯好了 嗯 它的湯也很好喝 柴魚香味 然後再加它醬油的 一點點的那種 回甘的甜味 肯定也來說是好吃的 這如果冬天吃的話 會 還蠻開胃的 我覺得 比較可惜的是 除了蘿蔔以外的配料 就比較沒有那麼突出 不過整體來說 我覺得CP值很高 一碗36塊錢 以香港來說並不貴 加上湯頭也可以感受到老闆的用心 冬天來上這樣的一碗 真的是幸福滿滿 好看 大魚 牛肉和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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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邊開多久? 二十多年了? 哇,很久了 很多台灣人都在這裡吃的 哦,我也是第一次來 哦,雞雞雞 我覺得這些很空港味 對,很空港味 沙嗲醬,謝謝 對,這些是台式的 哦,這些是台式的 但香港名是沙嗲醬 婆婆很熱情的跟我們聊天 她說沙嗲醬才是代表香港 對,所以我們就點了沙嗲醬 你看好熱,還在冒煙 好吃 雞肉很嫩 但是它雞肉本身已經有醃過 有點咖哩味 然後搭配它這個沙嗲醬 就有點滑生 吃起來還蠻香的 是好吃的 然後換牛肉 我覺得牛肉比雞肉 再更好吃一點 因為它很嫩 烤得很剛好 味道的話,它就是 比較都是沙嗲味 它本身牛肉就比較沒有什麼味道 我像雞肉剛剛有醃過 有點咖哩味 但它的牛肉就很滑 香港吃東西很喜歡用 很滑 很滑去形容這個東西 我覺得它就是用很滑來形容 像這樣的小吃店 在香港街頭上也很常見 各種魚蛋燒賣跟串燒 還記得以前每次看香港電影時 都會被這些小吃畫面給吸引 所以對我來說 味道是其次 重點是那濃濃的崗味 充滿著香港情懷 海帶雞 零頭 還有雞圖 像這樣的酸辣粉店 也是在香港很常見到的 有點類似前面的撈撈麵 不過它已經不算是小吃了 因為它份量真的很多 口味方面也是屬於重口味的 它有點像台灣的涼麵 然後把麵條換成這種 然後加上大陸的那種 很重口味的那種 又香又麻又辣那樣子 然後就很開胃 可是它就會讓你又有一種 欸還是想繼續吃它的感覺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真的很大一碗 就是如果吃完它的話 等一下可能真的吃不下其他東西 以上就是我在奎松廣場的掃街介紹啦 吃到後面真的是飽到不行啦 但其實裡面還有許多 其他各種小吃或是逛街的地方 如果你是屬於喜歡逛夜市的人 那來香港也蠻推薦 你可以來這裡走走看看 體驗一下香港掃街喔